台湾族大鸟部落做的原住民布包 融合了现代和原住民图腾 现在订单接不完 在莫拉克风载后 台东县受灾的金风达人大武 泰玛里和海端五个乡 七大原住民布落族人 经过三年多的思考和创作 他们终于找到了 部落经济发展的一条路 融合了传统部落工艺 和现代化的思维 创造出桃猪布包 木雕和农产品等文化创意产业 但这样的过程 充满了部落族人 内心从煎熬 失落 到再站起来的历程 为了让后代子孙 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台中县政府 特别将莫拉克灾后 产业重建的过程 拍成纪录片 希望把悲情花作力量 让受灾原住民能向前走 对很多族人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业的历史 莫拉克灾后 有上万名原住民生活陷入困境 而一位原住民在站起来的力量 可以养活一家人 重建会表示 虽然目前灾后重建经费 已经用完 但仍由政府各部会 依照部落提出的计划审核 给予经费支援 台中县政府也表示 将成立联合行销平台 协助受灾部落销售他们的产品 让部落经济永续发展 记者张明哲台中报道